拿起鏟子一挖 這綠油油的斑鼠葉下 遍地都是地瓜 每年8月到10月 是金山甘鼠產季 金山地瓜文明全台 不只種地瓜 農場還開放挖地瓜 及地瓜窯活動 讓親子同樂 活動有常態舉辦 像小農夫的體驗營 像我們小農夫體驗營的話 我們會帶小朋友認識這個生態 同時呢 我們也會讓他們下到田裡面 去挖屬自己的一串地瓜 那挖完地瓜之後呢 這個地瓜可以帶回家 除了你們可以回家煮蒸之外呢 我們在現場 我們也有開放做一些 像烤地瓜、烤雞、烤魚的活動 這些都是針對我們在 我們地瓜季的時候 現有推出的專屬活動 在大自然環境中 認識可愛的小動物和植物 併造乾薯田中 一驗挖採乾薯 帶著新鮮鮮挖的乾薯 直接洗進 再用鋁箔紙包起來 放入窯中 像這個牧場每次都是用人木 不是用進入藥水的木頭 所以它就不會有一些奇怪的味道 就是用原木 生火蜂窯等待食物烤熟 生窯的烤地瓜 陣陣香味扑鼻而來 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實 鳴密的口感 今年金山乾薯祭已經開始活動 系列活動已經展開了 那今年金山乾薯祭 預計在8月27號星期六 在金山的玉如露 展開千人的轟搖活動 從下午一直到晚上 還包括有星光電影院 那除了歡迎大家民眾來參加 這個金山的轟搖以外 也可以結合金山的各地的觀光景點 包括所有很多這個優美的景色區 寺頭山、金山老街等等 那更可以參與親子活動 帶著小孩呢 到周邊的相關的這個農場 包括像我們現在所在地的遠足農場 也有汪汪地瓜園 熊熊花圃等等 林靜海花園等等 結合金山很多這樣子 親子活動的場域 結合這金山乾薯祭的轟搖活動 大家可以來樂活金山一天 也甚至可以大家兩天一夜的 這個旅遊行程 2022金山乾薯祭正式開跑 8月27號還有一場大型活動 當天有DIY乾薯體驗小農事集 千人一起在星光下空窑 遊客來到金山 不只能逛老街 還可以體驗農場樂趣 記者 黃少鳴 新北報導